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暗黑系暖婚》 改编自肖乡树苑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沈念如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第九十一集 吴妍妍眼睛瞪得像同龄 愤愤不平 就算我卖假婚又怎么了 干美妆博主的 有几个货源是完全正规的 如果不是你的粉丝 我怎么会被扒出来 真会倒打一耙 江九生好笑 冷冷反问 所以 吴妍妍口气很是义正言辞 粉丝行为一人买单 我干不成美妆博主了 你要负责 怎么负责 我原本打算做到三十岁再转行 现在微博号被封了 名声也臭了 不可能再做美妆博主了 语气言之凿凿 他面不改色地说 你就赔偿我到三十岁的收入 江九生笑了 见过勒索的 没见过这么天经地义的 赔钱可以 江九生从沙发上站起来 抱着手抬了抬眼皮 请律师过来 官司打赢了 别说三十年六十年 我都赔给你 吴妍妍当时横眉怒目了 是吴妍妍的母亲 将月兰开口了 冷嘲热讽着 哎 婶婶 你这么说话就难听了啊 妍妍是你表妹 你难不成 还真想把她告上法庭 大爷 她这是勒索 江九生波澜不兴 江月兰脸色立马垮了 略显富泰的身子 气得抖了抖 用不着说话那么难听 你现在是大明星了 自然是瞧不上 我们这些穷亲戚 要踩我们一脚 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踩 欲加之罪 恶患无辞 江九生懒得浪费口舌了 盛盛 她的母亲江女士 站出来打圆场 像是劝 又带着几分命令的口吻 那点钱对你来说也算不得什么 你就赔给你表妹 一家人别伤了和气 啊 赔 江九生淡淡的语气 有些飘渺 轻描淡写 不带任何情绪 您觉得我该赔 目光微凉 像是要把人拽进去 江女士别开眼 不与之对事 低声道 也不是多少钱 江九生笑了声 毛子冷得彻骨 从她近来到现在 她家江女士一句都没有问 更一句都没有为她辩解过 自始至终 站在那对母女那边 与她对立 她从口袋里摸出烟 并没有打火机 咬了咬烟嘴 大力扔在地上 我是有钱 但我他妈的就活该当冤大头 目光冷冷 逆着江女士 她阴色微凛 要不是她无奄奄 是您的外甥女 我早就整死她了 现在还容着她 在这蹬鼻子上脸 已经是念在您的面子上 在咬牙忍着了 我不是忍气吞声的人 别一而再再而散 我耐性还没那么好 如果过了我的底线 严禁于此 这就是她的态度 这应该是她第一次 对她母亲急言力色 江九生自认为脾气不算差 即便与母亲不亲近 可该给的尊重和礼数 也从来不会少一分 若非如此 她怎会任由吴烟烟 任性无为 江女士面如土色 张张嘴 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时 病房的门被推开 陈慧走进来 目光一扫 怎么了 里面的人都不作声 陈慧脸色沉了沉 吴烟烟 你又来闹什么 我才没有闹 是江九生 是她跟我过不去 陈慧冷冷掠她一眼 转身对江九生说 沉沉 你先出去 她点头 片刻都不想逗留 身后 吴烟烟大声咆哮 不准走 我和她的账还没有算清楚 她哪里都不许去 要不然 我就去媒体那儿举报她 让她的粉丝都看看 她江九生是个多狼心狗废的东西 说着就要上前去拉扯江九生 陈慧一把拽住她的手 目光如炬 你再说一遍 吴烟烟大力甩开陈慧的手 双眼牙字欲裂 气冲冲地喊 你吼什么吼啊 她又不是你亲妹 江九生脚步顿住 江女士突然恶声打断 够了 吴烟烟被吼得一愣 然后被江女士推丧了一把 将她与江月兰一起推到了门口 大姐 你先把烟烟带回去 回头我再跟你说 江月兰撇撇嘴 不甘心地拽着吴烟烟离开 江女士反手就把病房的门带上了 妈 我不是您亲生的 对吗 她出奇地冷静 眼底除了寒霜 没有丝毫浮动 江女士没有出声 成妇也没有 自始至终 都一言不乏 甚至连江九生的眼睛 都不敢对视 成慧要解释 生生 江九生扯了扯嘴角 笑意有些僵硬 怪不得 记忆里 他们总是很客套 他似乎让他们不自在 怪不得他始终觉得 飘飘服服 颠沛流离 怎么用力 也挺靠不下来 原来如此 张张嘴 喉咙有些干涩 很多话突然便说不出口 他起身 演唱会没几天了 我明天回去 他转身就走 成慧跟上去 声声 江九生没回头 挥了挥手 回去吧 我没事 他拉开门 把口罩戴上 还好 戴了墨镜 谁也看不见 他眼红时的模样 啪哒一声 病房的门关上 成慧冷着脸回头 妈 你有问过一句吗 有问过 吴烟烟的声声 做了什么吗 江女士 哑口无言 窗外天音 东风凛冽 江九生抱着双膝 蹲在树荫里 声声 他抬头 脸上裹得严实 只露出一双 红彤彤的眼 风吹得眼睛干涩 视线有些模糊 看着石锦 从远处走来 远处 墨冰看了看 树荫下的两个人 没有上前去打扰 蹲下 捡了块石头 朝着住院部 后面的草坪走去 朝阳面 楼后面映出来 一个影子 墨冰抱着手 出来 那个人影缩了缩 姐姐我耐心不好 出来 吴烟烟磨磨蹭蹭 从楼后面挪出来 干 干嘛 干你 说完 他上前就抢了 吴烟烟手里的手机 吴烟烟急了 上前拉扯 你抢我手机做什么 墨冰甩手一推 他手劲大 个子又高 吴烟烟半个头 直接把人推地上了 看也不看手机里偷拍的内容 扔了个抛物线 咕咚一声 给扔后面的水池里了 吴烟烟气急败坏 冲莫冰怒骂 你有病啊 你凭什么扔我手机 是有病啊 不打你一顿 浑身都不痛快 你说我有病没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陷暖昏 改编自 萧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顾南希 演播 沈念如 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第九十二集 不打你一顿 浑身都不痛快 你说我有病没病 话音一落 墨冰抡起手里的石头 一把拽住吴烟烟的头发 狠狠就砸下去 吴烟烟当场被砸懵了 直到头上的血 躺到脸上 她才反应过 抱着头惨叫 这叫声 果然 痛快了 心也不堵了 腰也不酸了 浑身都舒畅了 墨冰扔了手里的石头 拍拍吐 姓吴的 听好了 墨冰上前了一步 吴烟烟立马吓得闭了嘴 猛地往后退 脸上糊了血 狼狈地不行 江女士那个老女人 就算再可恶 也养了生生几年 这个坏人他不能做 那是不孝 会被戳几两骨的 所以 这坏人得我来做 墨冰停顿的片刻 歇了一口气 继续说 我呢 能混到金牌经纪人 手段有多见不得人 你用你的猪脑子 应该也想得到吧 要是再敢打我家 一人的主意 我找人弄死 吴烟烟吓得眼泪直掉 墨冰凑过去 捏着她的下巴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墨冰满意地拍拍 吴烟烟被砸的那一处 真乖 真他妈不惊吓 他墨冰冷静干练不假 但是圈子里的 那群人不知道 他上学那会儿 是个刺头 群架打到飞起来 解决完 墨冰若无其事地出来 站在远处 看着树荫下的 江九生和石锦 登队的一双碧人啊 江九生仰着头 眼里有泪 石锦蹲下 在她面前 窟窿 风太大 眼里进沙子了 石锦伸手 附在她眼睛上 轻轻揉了揉 蹲在这里做什么 滚烫的眼 石锦手上的温度冰凉 刚刚好 江九生还蹲着 回答 想抽烟 不过 打火机没带 石锦拿开手 等她睁开了眼 才看着她说 抽烟对身体不好 知道了 试一声 她笑了笑 魏红的眼底 有一层水雾 眼睛很红 哭过了 石锦知道 只是她不说 她也就不问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 江九生站起来 腿蹲麻了 晾强了一下 下意识扶住了 石锦的手 然后 没有松开 石锦 我饿了 我们去吃火锅吧 想吃辣的 你的胃不可以吃了 风吹得 她嗓音沙哑 软眠了几分 她笑着求情 就这一次啊 石锦低头 盯着她抓住 她手腕的那只手 妥协了 好 不幸的是 一顿火锅 吃得一波三折 当然 也有一件幸运的事 石锦吻了江九生 在人潮拥挤的 火锅店里 因为她是公众人物 石锦挑选了一家 悬职比较偏僻的店面 只是大概气温骤降 店里的生意出奇的好 宾客迎门 石锦怕江九生 被认出来 用自己的围巾 把她裹得很严实 一进店里 穿着店服的年轻男人 上前招待 你好 请问几位 两位 石锦把江九生 往后藏了藏 温声询问 有包间吗 有的 这边请 男人领路 路过大厅 石锦与江九生 才走到楼梯口 突然传来 锅碗碰撞的声音 前头领路的服务声 也顿住了脚 朝着声员看去 靠窗那一桌 餐车登倒西歪 满地狼藉 地上躺了一个男人 正浑身抽搐 三两个店员 立马赶过去 也不敢随便 动地上的人 先生 先生你怎么了 先生 先生你醒醒 地上的男人 突然瞳孔放大 四肢开始剧烈抽搐 一旁 有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惊慌失措 一直哭 临州的客人都吓到了 纷纷离了席 站到一旁 看得胆战心惊 很快 收音台的店长 慌慌张张地跑过去了 大声喊着 快叫救护车 生生 将九生收回视线 嗯 正巧有客人下楼 石锦拉着他避开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好 石锦拉了拉他脖子上的围巾 将他小半张脸都遮住 然后转身去了 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间 店长正要将 昏厥在地的男人背起来 别动他 阴色凉凉的 却温和 男店长抬头 是个很精致的男人 样貌极好 他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说 我是医生 江九生站在人群之外 鬼使神差地默念着 心外科 石锦 那是他喜欢的人 是个盖世英雄 店长文言之后 立马把人放回地上 让开了位置 石锦从一旁的餐桌上 抽了一张诗巾 蹲下 看了看地上的男人 侧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面色已经开始发青 他伸手探了探男人的颈动脉 抬头 问 家属是哪位 是我 是个小姑娘 没成年的样子 已经吓得面色苍白 眼泪一直流 说话都不太利索 这位先生是不是有心脏病史 我哥他有肺原性心脏病 不要一动病人 将人群疏散开了 店长立马照做了 将围观的客人 都驱散到了两三米之外 只见那位模样好看的医生 也起身了 走出人群 停在楼梯口 有个身形高挑的女人 站在那里 围巾与帽子遮住了脸 声声 石锦俯身 与他视线相平 突然问他 你要和我交往吗 江九生点头 毫不犹豫 石锦敏春笑了笑 拉着江九生转了个身 让他背着人群 然后取下了他的口罩 捧着他的脸 低头亲吻 一个吻 很短 石锦把他的口罩和围巾遮好 我去救人 等我 嗯 把他的帽子往下压了压 遮掩饰了 石锦才转身 走进人群里 店主见石锦回来 连忙让开 石锦让地上的男人平卧 头偏向一侧 稍稍放低下巴 松解一扣 指负压在男人的颈动脉 听了片刻 随后 按压人钟 百会 内观 众人都盯着正在急救的那只手 漂亮 而且神兽 学到按压过后 仍不见男人回复意识 石锦收紧拳 用力扣击男人的心脏 连续三四次之后 手掌重叠压在男人的胸骨上 有频率的反复动作 石锦额头渐渐有薄汗浸出 嘴角抿得发白 用力按压了数秒 然后 俯身 口对口 做心脏复苏 连续两次 又继续胸外心脏按压 如此反复 本集播讲完毕 订阅加分享 将本书分享到朋友圈 微博 抖音等各种社交平台 并截图发布在主播沈念如的圈子 念如小酒馆 念如会从中抽五人 送喜马拉雅月卡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系暖昏 改编自肖乡树院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 沈念如 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第九十三集 所有围观者都目瞪口呆 忘了周遭嘈杂 看着那个俊义的男人 一遍一遍重复动作 大颗的汗珠 顺着分明的轮廓躺下 机械又公式化的动作 也许附加了救死扶伤这层寒衣之后 就变得惊心动魄了 十五分钟急救时间 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谁都没有出声 一动不动地站定 生怕打扰了 直到病人被抬上了担架 众人才回过神来 江九生同样 恍惚地像是做了一个梦 隔着店里的玻璃橱窗 呆呆地盯着屋外的石井 他站在救护车旁 与前来的医生说话 先生 是病人的妹妹 红肿着一双眼睛过去道谢 医生说 若不是急救做得好 我哥他可能就 女孩身身身鞠躬 带着哭墙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不用谢 我是医生 这是我该做的 交代完 时间转身往店里去 女孩追上去 先生 等等 从背包里掏出来一张名片 双手递过去 这是我哥的名片 如果方便 麻烦你给一下联系方式 我和我哥日后 电影都门道谢 石井接过来 礼貌地点了点头 算作回应 然后背着救护车的方向 回了店里 越过一道道头向他的目光 他静止走到江九生面前 牵起他的手上了楼 将所有的喧嚣与吵闹 都扔在后面 到了包厢门口 石井停下来 声声 你进去等我一下 我需要去漱口 江九生明白了 嗯 石井转身去了洗手间 手里的名片 扔在了门口的垃圾桶里 烫金的名片上 写着一行正卡的字 故事集团执行总裁 顾南希 石井再回包间 已经是十分钟后了 回来刚坐下 就又出去了 五分钟后 他问店员要了一壶茶 喝了两口 便用杯子盛着吐掉了 眉头始终拧得死紧 江九生给他的碗里 加了菜 问他 你不吃吗 石井抿了抿唇 眉宇间有淡淡的情绪 起身 省省 你再等等我 江九生拉住他 还要疏口 脏 他嫌弃得很明显 洁癖犯了 江九生笑着摇头 不脏 他盯着他看 石井唇色烟红 水润润的 估计被他洗了 不知道多少遍 看着看着 就鬼使神差了 拉着他坐下 起身凑过去 在他唇上啄了一口 亲完 江九生震了一下 脸立马烫了 赶紧坐回去 垂头 用筷子戳碗里的酱料 又端起杯子喝水 装作若无其事 舍舍 石井叫他的名字 明显带了笑 江九生垂着脑袋 不看他 继续喝水 嗯 石井坐回去 那是我的杯子 他本能的喉咙一滚 就呛到了 石井连忙接过他手里的杯子 给他顺气 慢点喝 江九生炖的不想说话 埋头吃东西 奇怪 也没加多少辣椒 只觉得浑身都火辣辣的 他尽量自然地把空调 调低了四度 石井盛了一碗汤 放到他面前 不要吃这么辣 先喝些汤 点点味 哦 然后他低着头喝汤 石井也不动筷子 一直看着他 目光痴缠 缠得他很心绪不宁 盛盛 江九生抬头 回事 石井停顿了很久 语气不太确定 轻声轻气的 你 真的想好了吗 他放下了筷子 想什么 和我在一起 以后 石井尽量压着声音 眼神炙热得像是有焰火在燃烧着 偏偏 小心翼翼的 以后 和我结婚 这是他的态度 从一开始就开成不公 不止风花雪月 他要的是全部 是江九生的整个世界 江九生不假思索 我没想 石井眼里那炙热人烧的光 一瞬间暗了 低了头 天阴阴的 头顶的吊灯 在他轮廓落了侧影 眉间全是灰色的影 江九生咬了一勺汤 递到他的嘴边 石井一言不发 松开锦敏的唇 还是乖乖喝了 江九生也喝了一口 不急不徐地说 昨天晚上 有点失眠 没法好好思考 满脑子都是 要不要公开 还是要地下 他用勺子咬着碗里的汤 反复了几下 有点一筹莫展 宣布主权不错 可金屋藏娇也很好 我拿不定主意 前一秒还奄奄的石井 抬起头 眼里顿时融了灯影 流光一彩 亮得灼人 一晚上都在想这个 嗯 江九生点头 起起落落 一秒天堂 一秒地狱 也就只有他的生生 可以让他这样百般滋味 煎熬又疯狂 石井笑了 眉间阴郁瞬间消失殆尽 如果拍到了 去公开 好啊 可是 会不会打扰到你正常生活 会 石井脸峻不禁 笑得眸光迷人 带了几分戏许 所以 你多喜欢我一点 当补偿如何 好啊 从火锅店出来 已经午后 乌云密布 天音 街上竟亮起了路灯 来往的路人熙熙攘攘 灯光 清风 都刚刚好 他们挑了一条 僻静的小镜 人烟很少 江九生干脆 把口罩取下来了 石井走在他身侧 石井把手递过去 声声 要不要牵手 嗯 他点头 握住 食指交扣 奇怪 这么冷的初冬 却一点也不冷 只是石井的掌心 有些凉 有汗 也很奇怪 分明才刚刚在一起 相处起来 却像是过境千方后的 久别重逢 热烈 却自然 江九生笑看着他 以后 你的手 是不是我想摸就能摸 嗯 他浅笑 露出那颗不太明显的小虎牙 毛子弯弯的 漆黑的铜 比天上的星子还要亮 原来他满心欢喜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不像平常那样清贵 如隔着云雾似的 优雅却遥远 现在的模样 像历尽千帆归来的少年 干净又纯粹 江九生玩笑似的 做什么都可以 石井笑着点头 他捧着他的手 重重亲了一下 我可不只是想摸 真好看 还想亲 江九生就又亲了一下 然后笑叶如花 开心得不得了了 石井停下来 站到他面前 很认真专注的样子 我都是你的了 想做什么都行 想歪了的江九生 盛盛 嗯 本期结束了 喜欢就点亮右下角的小星星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谢暖婚 改编自 萧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 沈念如 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以后不喜欢别人的手 带着试探 石井谨慎询问 可以吗 说着 石井把他另一只手也牵在手里 轻轻地晃 然后钻紧 江九生有点为难 练手皮也不是一天两天 就目前来说 医学上还没有织练手皮的药 他坦诚 我可能会忍不住 说完 他皱了皱眉 石井像是怕他生气 就退了一步 向商量 那 能最喜欢我的吗 江九生爽快地点头了 石井满意了 眼里欢愉一满 成了暖暖的光影 牵着他 走得很慢 石井 嗯 今天本来很不幸的 江九生轻声轻语 看着他 风吹红了眼 他笑道 不过幸好 你在 那么一瞬间 他竟很自私地在想 他所有劫难 甚至包括连父母血缘都没有 是不是因为耗费了所有的幸运 来牵石井的手 极端 又疯狂的想法 不过 他却没有失望 空落落的一颗心 奇怪地有了重量 回去的路很长 他们牵着手走了很久很久 回到酒店后 已经快黄昏了 石井送江九生回了房间 在他门口站了许久 才去了隔壁的房间 吃了火锅 江九生身上有些味儿 正准备去洗漱 手机响了 是成会 江九生喊了一声歌 如今说穿了 倒不自在了 电话那边约摸说了三四分钟后 挂了电话 江九生看着摊坐在沙发上的墨冰 吴燕燕的头是你砸的 是我 谢谢 省得我再找人教训 墨冰愣了一下后 笑了 就喜欢江九生这爽快洒脱的性子 不斤斤计较 但也不忍气吞声 够劲 黄昏时分 江女士的电话打过来了 江九生迟疑了很久 才接起来 叔叔 嗯 然后 母女两个都沉默 过了很久 江女士开口 说了句 对不起 声音很低 带了些诧异 竟有些战战兢兢 你没有对不起我什么 至少 成家免他漂泊无依 江女士仍然谨小慎微 仔细斟酌着 你想问什么 就问吧 江九生下意识用指甲 抠着化妆台的边角 私存了很久 我的生生父母 还在不在世 不在了 也是因为事故 他沉默着 没有再问 也不知道从何问起 因为完全陌生 想问都无从下口 声声 你若是不嫌弃 我们两个老人家 依旧是你的父母 隔着手机 江九生不知道 江女士此刻脸上 会是什么表情 只是江女士 说父母的时候 真的很像会谈 和以前一模一样 失望吗 好像也不 毕竟没有拥有过 到头来 竟也谈不上怅然若失 大抵是成父与江女士 与他梳理久了 惯了 如今得知 没了血缘牵绊 会痛 却也轻松了 至少 不用再渴求什么了 也好 不必刻意亲近了 好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也许明后天 原本是今天 只是时间来了 他便随他的时间 江女士一条一条嘱咐 路上小心 到了给个电话 在外多注意身体 好 顿了一下 江女士又说 奄奄已经被他父亲 带到乡下去了 不会再给你添麻烦 嗯 我会给他打一笔钱 便当作还了部分的养冤 他不喜欢欠人半分 事到如今 更要不亏不欠 江女士拒绝得很快 不用了 我已经和你大姨都说妥了 这件事是奄奄做得不对 趁这个机会 好好教教他也好 江九生没有再说什么 那我挂电话了 妈 嗯 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 什么 我想不起来十六岁之前的事 真的只是因为车祸事故吗 江女士毫不犹豫 否认得真干脆 挂了电话 江九生做了许久 掀起衣服 对着镜子照了许久 扶了扶又付的伤疤 他问过医生了 这个疤不是车祸留下的 是良性肿瘤手术 江女士果然在刻意隐瞒 如此的话 他也定然问不出什么 这么稀里糊涂的 又怎么能若无其事 江九生拿起手机 拨了宇文冲锋的号码 宇文 那头的人像是闷闷不乐 嗯 帮我查一查 八年前我身上 到底发生过什么 宇文冲锋的语气 立马严肃了 你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江九生一带而过 他总是这样 不报喜不报忧 什么事都闷着 就是一口玻璃渣子 也会混着血 面无表情地吞下去 带着皇冠 从不低头 宇文冲锋 最受不了他这样 恶声恶气 没什么 你帮我傻吗 别忍气吞声 受了委屈就说 我腰不错 可以给你撑撑 江九生被逗笑了 眉间阴郁消散不少 谢谢老板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 赶紧给我回来 说完他就挂了 是医院 黄昏最后一抹光落下 漏过树缝 落了一地斑驳 树荫下一把木椅 一个人一道影子 安静无声 偶尔落叶速速 江女士攥着手机 步履艰难地走过去 低着头 恭恭敬敬地喊 六少 端坐木椅的男人抬了头 一副模样精致 秦家六少 不是石锦 又是哪个 江女士下意识地微微站立 开口就紧张地结巴了 我 我照您的吩咐说完了 石锦沉吟不语 手搭在木椅的扶手上 指尖轻轻地敲 哒 哒 哒 一下 敲着木椅 她动作忽然一顿 江女士七上八下的一颗心 立马悬到了嗓子眼 我把生生养在你家 是让你给她委屈受的吗 她嗓音慢悠悠 垂着的眼睫稍稍抬起 是深邃不见底的一点七色 外界都传 秦家十一位少爷小姐 唯独六少 不争不强 清贵优雅地不像秦家人 那是那些人没瞧见过 六少拿刀捅人的样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订阅收藏 不迷路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系暖昏 改编自肖乡树院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 沈念如 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第九十五集 江女士整个人都在发抖 颤颤巍巍地说不利索话 对不起六少 都是我疏忽 以后不会了 不要再露出马脚 我家生生很聪明 我记住了 若再有下次 话点道而止 石井起身 走出了树荫 若有下次 江女士忍不住身体发抖 看着远去的背影 身体一阵虚软 背上全是冷汗 若非她还有用 大概 不死 也得脱一层皮 日落西沉 天边坠了漫天晚霞 那人背着金黄的微光 稍稍低头 修长纤细的手指 握着手机 有个叫吴燕燕的女人 她的声音低缠 斜了初冬的寒意 让她吃点苦头 是 六少 秦家十一子 六少十锦 素以风度翩翩为人知 嫌少人知 谦谦君子的皮相下 暴力狠辣至极 天黑时 江九生接到了 程会的电话 吴燕燕回乡途中 出车祸了 伤得重不重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 要在床上躺一阵子 对此 江九生不知一辞 没有幸灾乐祸 也没有扼腕痛惜 心里出奇的平静 倒是一旁的墨兵 来了一句 抱你来得真快 江九生不知可否 起身去十锦的房间 墨兵问 去干嘛 心情不是很好 想看十锦的脸 墨兵沉默 他还能说什么呢 快八点 十锦才回酒店 江九生在他房间 等了半个小时了 听见玄关的开门声 他立刻就跑过去 动作迅速地 跟条件反射似的 他先开口了 你去哪了 十锦微证了一下 看他时目光微热 似乎显得太馋人了 江九生解释 我找你一起吃晚饭 十锦把手里的袋子递过去 给你买了粥 他笑着接过去 往餐桌走 突然想到 博美呢 他在家吃什么 有没有人喂他 十锦换了鞋 送去徐医生那里了 高级套房里有厨房 江九生便去厨房拿碗筷 十锦跟着他 他去哪儿 他就跟去哪儿 把江九生手里的碗筷 接过去 冲水擦干净 江九生一在橱柜前 看着十锦忙碌 想去帮他 十锦手上有水 想拉他 又顿住 测了测身子 叮嘱他 水很凉 别碰 他笑笑 继续博美的话题 徐医生不用上班吗 博美有人喂吗 保姆 十锦洗好了碗筷 牵着他回了餐桌 江九生难得话多了 事无巨细 博美有一点认生 送去徐医生那里 他会不会闹 他闹脾气的时候 还会绝食 十锦眉头微醋 饿了自然会吃 你跟徐医生说了吗 博美挑食 只吃固定牌子的狗粮 还有奶粉 十锦放下手里的碗筷 抬头看他 双双 嗯 十锦把漂亮的一张脸 绷得紧紧的 唇献敏的僵直 你一直说江博美 我会介意 江九生这才意识到 诧异 你吃醋 是 十锦点头 目光灼灼的 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 看不出来 清风济月的十一声 居然会跟一只狗争宠 江九生忍俊不禁 嗯 知道了 然后他闭口不说博美了 十锦才心满意足 兴许是因为中午吃了火锅 半夜 江九生被痛醒了 算算日子 嗯 又提前了 江九生精气一向不准 而且痛经的毛病很严重 忌口了还好 若是烟酒不忌 有的他瘦 出了一身汗 整个人昏昏沉沉 他摸到床头柜的手机 犹豫了一下 按理一号键 是十锦 怎么了 声声 他的声音清润 没有睡意 江九生整个人都蒙在被子里 声音绵软无力 他说得很慢 腹痛 咚的一声 什么东西撞掉了 十锦问他 起得来吗 他应该是紧张了 声音崩直了 嗯 江九生嗡了一声 声若闻营 啪哒 电话里 清晰地传来 十锦开门的声音 他们的房间 在同一个楼层 只隔了十几米的距离 江九生一手按着腹 车里地钻出被子 我给你开门 十锦哪里放心 你别动 乖乖躺着 我让前台给我开 他便又躺了回去 眼皮很重 腹部像是有什么在翻脚 疼得不行 有些浑浑顿顿了 手机放在枕头上 开着免提 十锦的声音徐徐入耳 等我一会儿 好 很疼 嗯 声声快 忍一下 我马上就到了 听不大清楚他说了什么 他半睡半醒 过了会儿 有人轻轻摇他的肩 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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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九生吃力地睁开眼睛 床头亮着一盏台灯 照亮十锦的脸 近在咫尺 他眼底微红 有些红血丝 十锦 他喊了一句 声音干涩的不像话 十锦俯身 把他抱起来 让他朝右侧卧 这样睡会舒服一些 又在他腰下垫了抱枕 声声 手拿开 我给你按 他拿开了手 十锦搓了搓双手 发热后 趴在床边 给他按摩腹部的穴位 效用很快 似乎不那么疼了 江九生迷迷糊糊地响 有个医生男朋友真好 意识清楚些了 他才想起来 十锦 床单脏了 他声音很小 有些窘迫 十锦轻声安抚 没关系 脏了就脏了 摸冰睡了 不想吵醒他 可我没有那个 十锦脾气很好 用额头碰了碰他的额头 你睡会儿 我去给你买 嗯 他缓缓呼呼地 硬了一句就闭上了眼 十锦给他捂好被子 将床头的饮料瓶灌了热水 裹了一层干毛巾 放在他腹上 俯身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我马上回来 超市隔得远 酒店两百米内 有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这个点 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收银的小姑娘背靠着椅背 高抬腿 抖着脚在包电话周 刚好 话题是江九生 收银的小姑娘 顶多二十出头 像是初来兼职的学生 烫了个长小卷 穿的也十分摇滚 嗓门更不小 别扯了好吗 蒋飞 我家生爷会看他一眼 本集结束了 任何一集评论家点赞满五百条 都加更一集 多集数达成也加更的更多哦 满足条件就加更 简直不要太爽 加油吧 加更就靠你我他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信暖昏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沈彦如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第九十六集 这时候 店门被推开 一股冷风灌进来 收银的小姑娘 就捕捉到了一个身影 没怎么看清 她放下腿 坐直 继续讲电话 不过我倒觉得 圣野可能真的恋爱了 主打歌有故事啊 都是爱情故事有没有 手机那边也是个女孩 听得出音色 听不出具体说了什么 这边激动地站了起来 我赌五包辣条 不是语文大老板 更不可能是谢道 可能是圈外人 我声音 小姑娘的话被打断了 是一道清润的声音 请问暖宫贴在哪 啥 暖宫贴 收银台前 小姑娘拿着手机傻眼了五秒 然后愣愣地说 左边第一排 最下面 谢谢 石锦道了谢 静直去了左边的货家 电话那边的女孩提高了嗓门 喂 怎么不客气啊 这边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然后擦了擦眼睛 定睛一看 卧槽 就看到一个侧脸 盛世美颜无疑 淡定 淡定 收银的小姑娘深吸一口气 从口袋里拿出化妆镜 照了照 理了理刘海 然后立正站好 抬头挺胸 正是迎面走过来的客人 不行 太紧张太躁动 眼神有点飘 石锦把东西放在收银台 这才抬头 结证 哇 这一声音 该死的好听 耳朵要怀晕了 刷卡还是些 他定了定目光 愣了一下 结巴了 现 现金 靠 这惊为天人的美貌 惊看吓到宝宝了 还有这气质 一举一动都散发着贵族的优雅 刷卡 哦 小姑娘愣神了几秒后 抖着手扫码 抖着胆子旁敲侧击 是给女朋友买的 对方大大方方地回答 是的 果然 不让人失望的男朋友 永远是别人家的 一共一百三十四 石锦递出卡 谢谢 卡是黑色的 递卡的手漂亮得不像画 而且 好看的人生共愤就算了 还这么礼貌绅士 小姑娘不淡定了 一边收银 一边偷描对方的手 脸不敢看 怕怀孕 只敢看手 然后 就只见那只手 伸到了收银台旁边的货柜上 石锦把东西放到收银台 这个一起 啊 他傻了 五包辣条 贵族也吃辣条 石锦淡淡笑了 说 你赢了 然后 他接过卡与购物袋 转身离开 赢了 他赢什么了 等等 他刚才赌了五包辣条来着 赌生爷的男票 不是语文大老板 可他怎么就赢了 收银的小姑娘一脸懵逼 瞅了瞅面前的五包辣条 又瞧了瞧 已经走出店门的贵族先生 然后拿出手机 拨了闺蜜的电话 刚才有个长得巨帅的男人来买东西 特别像前两天 你特迷的那个外科医生小哥哥 说起那个医生小哥哥 就又是一件伤心事了 小哥哥现场开胸手术的视频 在网上一夜大火 可第二天 所有相关新闻与话题 居然全部凭空消失了 简直就像龙卷风 来得快 去得更快 邪乎的是 网上怎么搜 都搜不到那段视频了 只有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还在疯传 画质太差 哪里看得清医生小哥哥的盛世美颜 闺蜜还特地去挂了 天北第一院的外科 别说邂逅小哥哥 连号都排不上 网上一群春心萌动的小姑娘 才刚许了芳心 就集体失恋了 车远了车远了 小姑娘继续落 真的 那颜值 我能跪 看见她笑 那一瞬我连我们孩子的名字 叫什么都想好了 她送了我五包辣条 我在想 要不要供起来 那你怂什么啊 怎么不上啊 这种鸡品 你可倒贴也不能放过 哦 她来买卫生巾和暖宫贴 收银小姑娘一脸身无可恋 哎 她女朋友上辈子 一定拯救了银河系 哎 叹了一口气 她看着窗外 那人已经走远了 目着月光 身影模糊 夜色与月色为衬 那人容颜青涩 较万物都湿了颜色 啪哒 使锦回来了 叹叹 江九生从被子里 把脑袋钻出来 腹痛的症状好了许多 有了点精神 借着床头灯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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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锦盯着那小袋装的东西 看得很仔细 长长的睫毛垂着 像两把小扇子 把好看的影子落在眼尖 侧脸轮廓柔和 美好的不像话 送出6块6元现金红包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系暖昏 改编自肖香树苑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沈念如 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江九生有些出神 像是做了一场梦 梦里有山有水 有桃花 还有石锦 怎么会有这样好的人呢 他想 他可能是上辈子积了很多福 刚撕开的暖宫帖有些凉 石锦放在手上捂了片刻 然后才给他贴在了腹下 动作拒谨小心 似乎怕冒犯到他 似乎没有过多的肌肤相处 然后给他把衣服拉好 盖上被子 他就安安静静地凝着毛子看他 石锦把他的手也放进被子里 你睡一会儿 我去给你熬姜汤 不喝了 已经没有那么疼了 很晚了 你回去睡觉 江九生摇头 他来时染了风寒 还没好彻底 消瘦了些 他舍不得再折腾他 石锦耐心很好 温温柔柔地哄 乖 听话 然后他就听话了 江九生算是明白了 石锦只要说说软话 像博美那样 缠缠他 他就什么原则都忘了 说什么听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石锦去借酒店出房 江九生在房间里等 也没什么磕舍了 肚子上的暖宫贴热热的 腹痛好了很多 辗转了几下 睡不着 很奇怪 被子里 他身上 都像染过石锦的气息 不是很强烈 却足够让他心虚不宁 也不知道想什么 只知道脑子里都是石锦 约么十多分钟 石锦回来了 他说从酒店借了保温筒 他说很烫 他说他不喜欢姜 所以只放了一点点 他说 我喂你 好 姜九生全部都是说好 估计 不管石锦说什么 他都拒绝不了 石锦嘀嘀地笑了声 扶着他靠在床头 试了试姜汤的温度 然后味道他嘴边 和我助理煮得不一样 他尝了尝 弯弯的桃花眼蜜了蜜 说 很好喝 石锦抽了一张纸 给他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 我加了红枣和龙眼 还有一点点蜂蜜 他加石医生 真贤惠 甜吗 嗯 江九生点头 笑着接过勺子 咬了一勺味到他嘴边 你尝尝 石锦看着他 暖色的灯落在他眼底 江九生看得清 石锦眼里有自己的影子 清清楚楚的 带笑的模样 见他迟迟不动 江九生把勺子 又递过去几分 他突然握着他的手 怎么了 石锦反握住他的手 把勺子送到他的嘴边 江九生不明所以 还是小口喝掉了 等他喝完 石锦把手里的保温杯放下 双双 我想亲你 可以吗 可以 石锦低头 亲他的唇角 有红糖与蜂蜜的味道 甜甜的 一个吻 急切到爆裂 一点也不温柔 石锦放开他时 江九生的嘴角 已经有些红肿了 石锦很懊恼 说了声抱歉 便又扶着他的脸 凑过去轻轻舔他的唇角 上了隐饰的 江九生也好不到哪里去 憋着气 呼吸不畅 脸红得不行 脖子都染了 大片大片滚烫的温度 喘息声有些乱 石锦 你吻过别人吗 这样用力又前权 有没有对别人也这样 他好奇并不纠结 不知道在计较什么 他素来是个大方的人 今时今日才发现 他对石锦 一点都不大方 恨不得化地为牢 全部占为己有 一点点都不可以 让别人碰 墨冰说得对 爱情里的女人 全是贪婪又小气的 石锦没有回答 低声地笑 笑什么 他有些脑 在他下巴咬了一口 可咬完又觉得自己太放浪了 不敢看他 没有 石锦抱住他 把下巴搁在他肩窝 在他耳边很轻地说 我只有你 只抱过你 也只吻过你 江九生这才心满意足了 把手从被子里拿出来 摟住他的腰 困吗 嗯 肚子还疼不疼 一点点 石锦起身 给他倒了杯温水 等他喝完 扶着他躺回被子里 他掀开被子 要躺下去 又顿了一下 询问 介意吗 江九生摇头 石锦这才也躺下 挨着他 手掌捂在他肚子上 轻轻地揉 睡吧 那你呢 石锦侧躺看着他 等你睡着了 我再回房间 江九生想让他留下来 不过到底没有开口 毕竟才刚在一起 他觉得 他不能显得太着急 想着想着 意识变混沌了 折腾了一晚 他卷得不行 醒来时 枕边只有他一个 不知道石锦 什么时候回的房间 旁边的位置是凉的 一夜无梦 他睡得特别好 怪了 石锦他 比安眠药都好用 墨冰没有过来找江九生 可能是拾去 想给他和石锦 独处的机会 用过早饭后 江九生给程辉发了个短信 说回公司 蒋飞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江九生独善其身 记者没有在蹲守 酒店外面只有墨冰在等 江九生和石锦一起下来的 他一手牵着他 一手提行李 宠溺的墨冰都觉得虐狗 小桥呢 演唱会的赞助商 已经在公司等了 我让小桥先开车回去了 墨冰看向石锦 笑着问 石医生 我能搭个顺风车吗 石锦很好说话 可以 江九生却说 墨冰 你开 然后把石锦的车钥匙递给墨冰 石锦昨晚睡得晚 精神状态不适合开车 墨冰目瞪口呆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话居然是从江九生嘴里说出来的 原谅他 没办法不想歪 石锦把车钥匙拿过去 没关系 江九生一副不放心的样子 最后退一步说 那你开一会儿 然后我和墨冰轮流话你 好 墨冰惊了 总共才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好吗 他很想提醒江九生一句 男人不能这么宠 然后石锦去把车开过来 墨冰才把江九生拉到一边 你眼睛都扎实一声身上了 是吗 是 哦 他显然不太在意 哦 这一副心甘情愿赴汤倒火的表情是怎么回事 墨冰突然觉得事情很严重了 盛盛我跟你说 你们才刚在一起 你不能太惯着你男朋友 他总觉得江九生太喜欢石锦了 一段男女关系 若是一方太陷进去 顺顺利利便罢了 若曲折坎坷了 有多喜欢就有多要命 江九生否认 我没有惯他啊 墨冰 待会儿我和你轮流开 让石锦多睡会儿 墨冰无语了 说不通了 本集到此结束 喜欢就订阅分享吧 我们下一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谢暖婚 改编自 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 沈念如 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第九十八集 墨冰头痛 以前江九生不谈恋爱 他担心 现在谈恋爱了 他更担心 看江九生这模样 恐怕就算十几明天 就把他拐名正局 江九生也不会反抗 估计还会配合着去偷户口本 难怪说 越是冷情的人 动起情来越玩命 江九生是这样 估计 石锦也是 石锦的车 是辆银色的沃尔沃 一看便是高配 性能极好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墨冰用余光 飘到了石锦的车牌号 他没办法镇定了 石医生 这是你的车 石锦焊手 他再一次确认 车牌0902 嗯 他呼了一口气 尽量镇定 你是那个跟踪生生 去颁奖晚会的私生犯 是我 优雅的私生犯 墨冰茅色顿开了 江九生之前 好像问过这个话题 本以为只是粉丝 未曾想到 还是私生犯 口味真重 墨冰走到江九生跟前 故意戏谑的 江九生 你这可是草粉啊 他笑笑 不知可否 他记得墨冰 曾经说过一句话 草粉的艺人遭人诟病 可一辈子只草一个 就是一段佳话 江九生想 他和石锦 大概会是一段佳话 墨冰彻底乌语宁爷了 只说了句 石锦私生犯的身份 又咬紧了 不然 怕是整个娱乐圈的私生犯 都要集体造反了 六个小时车程 因着江九生心疼石锦 几乎是墨冰 与他轮着开的 下午两点左右 到了狱井银湾 车材刚停下 一道倩影 就映在了车窗上 伴随而来的 是一声悲气 又娇柔的声音 舍舍 坐在后座的墨冰 顿时冷了脸 这戏精 又来作什么药 还能是谁 柳絮呗 他眼里挂着泪 神色七七 也没有个前情提药 说来就来 说哭就哭 你放我一马舍舍 我求你了 都是我的错 全都是我的错 你高抬棍手 好不好 江九生凉凉地 逆了一眼 魏妍 稍稍挡住柳絮 望向主驾驶的视线 柳絮突然提了声调 你这样逼死我吗 娘呀 这戏好足 墨冰都被搞得 措手不及了 半上才回过神来 望了望车窗外四周 立马警觉了 舍舍 好像有记者 江九生当下反应过来 摇下车窗 把围巾取下来 给石锦戴上 遮了遮他的脸 低声说 你先进去 石锦不愿意 不想把他一个人扔下 江九生哄 乖 去楼上等我 好 石锦犹豫了一下 墨冰无语 石医生还真 听话哈 看样子 他好像搞错了 这段男女关系 石医生好像更弱势 他家一人 才是主宰的那一刻 安抚好了石锦 江九生和墨冰 一起下了车 果然 绿化带里 有聚光灯在闪 想必因为 盗取门事件 柳絮受足了罪 这不 狗急跳墙 都上门咬人来了 江九生冷冷瞥了 仍旧渲染玉气的柳絮一眼 口吻淡淡地说 都出来吧 绿化带里 速速作响 他稍稍提了提声调 正好 有件事 需要各位记者朋友 帮我传达一下了 原本正欲跟车的记者 都停住了 立马围上来 江九生 见石锦的车 开进了车库通道 这才松了口气 目光收回 微台 突然附近寒霜 他一次一次 掷地有声 从今往后 我江九生 不与柳絮同台 请过他的节目组 就不用再靠我的经纪人了 他去过的 我都没兴趣 一句话 等同于封了柳絮的心路 柳絮顿时花容失色 本想借此机会赚同情票 却不想江九生 竟决绝至此 狂妄 攻击性十足 这才是江九生 他怎么忘了呢 随后 记者们围涌过来 七嘴八舌地 问了很多问题 江九生一律三间其口 由墨兵全部挡回去了 石锦上了楼 行李被他随手扔在了玄关 连鞋都没有换 他拉开落地窗的窗帘 目光落向远处小区的门口 拨了保安室的电话 石锦说明了情况之后 便只说了两个字 快点 是命令的口吻 不怒自威 挂了电话 他便又拨了另一个号 电话里的男生恭敬道 先生 石锦说了一个名字 刘絮 已经在着手了 石锦阴色极冷 像裹挟了一层冰霜 吸字如金 我没有耐心 男人立马会议 我明白了 楼下 保安出洞 驱散了媒体 十分钟后 石锦家的门铃响了 他开了门 就见江九生笑着站在门口 手里的行李都没有放下 石锦接过他的旅行包 牵着他进屋 没有提方才的事 只是问他 我给你的备用钥匙呢 博美既放在他那里时 他便将备用钥匙给了他 江九生回 还了 他老老实实交代 放在博美放奶粉的抽屉里 那时候还没有确认关系 他确实不太好留着石锦家的钥匙 石锦把行李放下 让他在沙发上坐着 去了阳台 把备用钥匙拿回来 放在他手里 不用还 钥匙是给你的 我的人 我的狗 还有我的房子 都是要给你的 江九生美与舒展 满是笑意 似是打趣 石医生 之前你把钥匙和博美给我 是不是故意的 嗯 石锦坦坦荡荡地承认 他单手撑在沙发靠背上 身体前倾 看着他的眼睛说 我是蓄谋已久 江九生凑过去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然后笑得特别满足 石锦正了一下 翻了弯唇 在他唇角啄了一下 江九生有点羞难 却也不躲 轻轻柔柔的目光 对视石锦的视线 两情相悦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一个眼神交汇 整个世界都春暖花开 神圣 嗯 他特别喜欢石锦这样喊他的名字 能把他的心都较软了 用墨冰的话说 声音真酥 听了能怀孕 石锦蹲下 握着他的手放在膝盖上 仰头看他 把下午控出来 嗯 最后一个尾音 稍稍提起 明明是询问 却异常迷人 真是一副好嗓子 江九生瘦骨似的 有点迟钝 隔了好一会儿才回问 怎么了 我带你去医院 去医院干嘛 他把手附在他的小腹 隔着衣服轻轻揉了揉 你痛经的毛病太严重 拒绝不良 不管石锦说什么 江九生都没办法拒绝 直到他坐在 妇科主任医师的面前 他都还在 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本集结束了 喜欢就点亮 右下方的小猩猩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系暖昏 改编自 肖香树苑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 沈念如 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第九十九集 怎么就跟石锦 一起来看妇科了 可想而知的尴尬 不过石锦很自然 大概因为自己也是医生 楚遍不惊地 当着妇科主任医生的面 朝椅子上喷了些消毒水 才牵着江九生 让他坐下 石锦抬头 对桌对面的女医生道 麻烦了 韩医生 难得啊 石医生亲自带人过来 韩医生有些惊讶 不免多瞧了江九生两眼 是个周正漂亮的姑娘 韩医生已经退休了 不过医院三顾茅庐 才请来坐诊 一个月也仅仅一天 年过半百的老医生了 不大关心年轻人的圈子 事已没有认出江九生 石锦大方地介绍 这是我女朋友 韩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 这才仔细又瞧了一眼 不止漂亮呢 还气质极好 眼眸虽然微凉 淡淡然然的 却十分清澈干净 不是一般的女子呀 难怪引得石医生折腰 韩医生了然了 井仁姑娘把手伸出来 叹她的脉象 便对石锦说 女朋友就正好 石医生可以留下来一起听 石锦汗手 站到了江九生身边 神似比她还认真专注 韩医生把玩了卖 又推了推老花镜 问江九生 亮多吗 她脸有些热 石锦在场 她有些不自在 轻声应道 嗯 韩医生又问 几天啊 五天 血块有吗 嗯 脸越来越热 耳根子都红了 江九生不算内向 可当着石锦的面 这样事无巨细地 说着最私密的女性话题 纵使她再镇定 也不免难为情 韩医生自然看得出来 江九生的窘迫 笑笑说 石医生也是医生 你不用害羞 可以说具体点 石医生是医生没错 可石医生 也是她的男朋友啊 江九生低着头 一五一十地倒 第四天 比较严重 血块很多 韩医生大概明白了 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 又抬头问 那平时忌口吗 不太注意 烟酒呢 烟饮比较重 酒喝得很频繁 韩医生低着头 又淡定地来了一句 姓氏呢 平凡吗 江九生懵了 这个问题 属实尖锐 彻底把她给问到了 她发誓 再也不要和石锦 一起来看妇科了 见江九生迟迟没有作答 石锦便回了韩医生的问题 很淡定自若 现在还没有 哦 原来是新手情侣 韩医生也是过来人 立马明白了 建议了一句 哦 适当的姓氏有利无害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姜九生不作生 头埋得很低 石锦但笑不语 韩医生在病历上 又写了几行字 然后把单字递给石锦 石医生 稍后带她去做个采钞 石锦说好 又道了谢 这才牵着江九生 出了诊室 江九生整个人 已经快烧起来了 低着头 把脖子上的围巾 往上拉了拉 遮得严严实实 赵婉采钞后 石锦带她去办公室等结果 她异常安静 一路都没有说话 盛盛 石锦走在前头 牵着她 她跟在后面 没抬头 捂着脸 就露出一双漂亮的毛子 声声 还是没抬头 石锦捧着她的脸 抬起来 她站着 弯腰看她 唇边有浅淡的笑 不用害羞 我是你男朋友 她尽量平常心地问她 石锦 当医生的 都这么直白吗 她点了点头 耐心地同她说 在医生眼里 没有男女之分 只有构造和器官 你也是 石锦没有迟疑的汗手 嗯 我也是 构造和器官 她眉头簇了簇 那我呢 我也是一堆器官 石锦笑着 只负在她眉间摸缩了两下 抚平她的眉 摇头 你是例外 她温声细语地解释 像寻寻善诱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你是我女朋友 他们不是 江九生这才满足了 她牵她去了办公室 用自己的杯子 给她倒了一杯水 你在办公室等我 我去给你拿用 好 石锦离开后 她便在她的办公室里转悠 摆设很简单 是医院的标准设备 没有很多私人的东西 除了她手上 她的杯子 便只有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人是她 江九生已经不记得 是什么时候拍的宣传照 她手里拿着吉他 不笑又冷然的模样 她拍海报时 常被摄影师吐槽表情太少 不爱笑 怎么拍都是冷艳 如今这张不怎么满意的照片 摆在了石锦的桌上 突然就顺眼了 怎么看 怎么好看 江九生拿起来 仔细地看 相框很新 估计是最近才摆上的 摆放的角度稍稍朝礼 刚好 只对着石锦办公椅的方向 这时 敲门声响了 江九生抬头 三声过后 门被推开 来人显然惊讶了一下 目光寻视 大概在找石锦 江九生手上住院的时候 见过她 小儿外客的萧玲玲医生 据说是医院院长家的千金 显然 萧玲玲已认得江九生 江小姐怎么在这儿 她把相框放回原处 我在等石锦 萧玲玲手插在医生外袍的口袋里 脖子上挂着听诊器 里面是粉色淑女的薛纺衬衫 标准的三亭五眼 很端正 化了淡妆 笑容疏远 问道 江小姐来看病 嗯 江小姐可能不知道 石医生有洁癖 最不喜欢别人碰她的东西 像是好意提醒 她带着客套的笑 细听 多少有几分越祖带袍的味道 俨然 这位院长千金爱慕石锦 对着江九生 便有些宣誓主权的强势 不太爽 江九生不喜欢 她素来算不得是小气的人 可事关石锦 她觉得应该坦然大气一点 便也不再遮遮掩掩了 扶了扶身上的衣服 她坐下 将石锦的椅子转了个方向 目光妄想消灵灵 语速徐 那肖小姐可能不知道 石医生的人我都能碰 更别说她的东西了 肖玲玲脸色全变 几乎是江九生话音刚落 门口就发出了扑斥一声笑 本集播讲完毕 任何一集评论加点赞 满五百条都加更一集 还等什么 快来评论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暗黑陷暖婚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顾南希 演播 沈彦如 云天河等 欢迎订阅 第一百集 江九生抬头看去 是徐清博 他淡然自若 喊了声 徐医生 徐清博推门进来 随即 他后面是石锦 脸上带笑的模样 想来 方才他那一番话被听去了 江九生仔细想了想 也没错 他说的是实话 便也坦然了 石锦走到他身边 放下手里的中药 佛着转移 把江九生转向自己 急诊室来了病人 我现在要过去准备手术 你在这等等 我让墨冰来接你了 江九生没有多问 嗯 旁若无人似的 石锦自顾柔声嘱咐他 晚上我回去给你做腰扇 在家等我 好 石锦拿起桌上的围巾和口罩 给他戴好 整理了一下 这才起身 看向萧玲玲 萧医生 石锦对他介绍 这是我女朋友江九生 萧玲玲脸色瞬间铁青 说了句 我还有病人 便惊慌失措地出了石锦的办公室 徐清博全程抱着手瞧好戏 不知道为什么 看石锦神魂颠倒的样子 他就是很爽 徐医生 你能不能出去 石锦突然到 徐清博无语 又开始了 暗骂了句重色轻友后 他出去了 顺便把门带上 江九生疑惑 还有什么事吗 嗯 有 石锦点头 俯身 凑近他 我还没亲你 他吻了吻他唇角 浅尝折指 在他唇上 损出了一层层淡淡的粉色 便作罢 在家等我 说完 才离开 江九生坐在椅子上 笑得眉眼弯弯 石锦出了办公室 徐清博正抱着手 依在墙边上等他 见他出来了 吹了一声口哨 意味深长地 瞥了石锦一眼 瞥到手了 石锦唇边笑 一顿时消失殆尽 抬头 眸色森冷 徐清博后背一凉 缩缩脖子 干笑 开个玩笑嘛 石锦神色里 一点玩笑都没有 你少出现在生生面前 这是下了禁止令 徐清博好笑 怕我捅你的底 不怕 哦 徐清博挑挑眉 石锦神色半点起伏都没有 不急不徐地说 我会灭口 徐清博嘴角一抽 你开玩笑 石锦波澜不兴 我从来不开玩笑 好像是 石锦要搞死谁 从来都不来虚的 细思极恐 徐清博震惊 这一波威吓 六六六六六六六 不到一个小时 心外科 石医生带了个女朋友 去看妇科的消息 就在医院传开了 未婚的小护士们 集体失恋 到底是谁 拯救了银河系 你是拯救了银河系吗 墨冰坐在副驾驶 回头看江九生 下半句是 天天上头条 江九生坐到后座 把手里的中药放下 怎么了 墨冰对小乔说了声 开车才继续 你之前不是在医院 推了个记者吗 他发了通稿 声称你对媒体人 肆意施暴 造成了六计伤残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 这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 蒋飞 自从丽冉冉在节目上 公开辟谣之后 再加之狗仔旁龙 曝光了他女朋友 王东昭堕胎 他俩就成了狗见贤 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在 大众视线里 谣言不攻自破 只不过 江九生话题度太高了 什么猫猫狗狗 都要来蹭一蹭 伤残 江九生被逗笑了 莫冰也很无奈啊 能怎么办 他柔柔眉心 这年头碰瓷得真多 没有多说 直接安排 我先送你去公司 公关部之前 已经做了应急预案 还需要你敲定一下 江九生点头 让小乔帮他把中药送回公寓 到了公司 宇文冲锋只说了一句话 你只管养好嗓子 少抽烟喝酒 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演唱会只可以转 不可以亏 江九生从善如流地回了两个字 存命 谢档刚巧过来他工作室 不知道听到了多少 怼了宇文冲锋一句 哼 试快 大老板眼神都没给一个 晚上一起过去啊 谢档对江九生说 他没反应过来 去哪儿 你忘了 谢档用漂亮的眼睛 翻了个白眼递给他 周岁燕 哦 想起来了 江九生拿着手机 走到一边 给石金打电话 小轩啊 石锦的声音有些倦 大抵是刚手术结束 江九生站在洗手间的玻璃镜前 压低了声音讲电话 我晚上要晚点回去 有风高吗 不是 他乖乖报备行程 同门师姐家的小孩 伴周岁燕 哦 语气好像很失落的样子 江九生便说 我早点回去 好 音色清朗 石锦停顿了很短时间 结束了给我电话 我去接你 江九生想了想 石锦刚下班 还要给他做饭 还要给他熬药 还要来接他 他哪里舍得累着他 便说 不会到很晚 我自己回去就好 你在家等着我就好 石锦沉吟了很长时间 说好 又叮嘱他 舍舍 少喝点酒 江九生乖乖硬了 天北医院 快六点 医院人流量不多 外科护士站 只有两个值班护士 忙碌了一天 这才得了空 嘴就闲不住了 头上一道斜告 是年轻的小护士 姓韩 外科的医生 都称呼为小韩护士 他可是激动得很 锤桌子好 石医生居然有女朋友了 我不相信 死都不相信 护士帽子上 三道斜杠的小赵护士 被逗笑了 埋头整理护理单 随口复合 你不相信有什么用啊 复科韩医生的医住都说了 看那气质就不是普通人 居然还带女朋友来看复科 难用力爆棚 那怎么可能是石医生呢 小韩护士很坚定 我一直以为 石医生这种人 都不用吃乳骨杂粮的 给他一块空地 就能费生上神 他就应该被供起来 一天三根香 打谢他用那张脸 净化了这个丑陋的世界 怎么就被人间烟火 男女俗世 给拉下了樊唇呢 小赵护士 被他单口相声似的描述 给逗得直笑 停下了笔 不过我倒真的很好奇 石医生的女婆 得有多漂亮啊 话还没说完 小韩护士突然用力 扯了扯小赵护士的衣服 眼神飘着 吱吱呜呜地喊了一声 石医生 小赵护士立马站直 闹了个大红脸 也不知道石医生 听到多少了